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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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正在兵分两个路一路查出了这个吴隆河杠上开花 另一路就是查李清寫的北海油脂 这个人是谁 被立委爆料 所以把这个一些事料有 卖给了传言的同一集团 但后来证实的同一集团 都是做饲料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他这个精炼的实用的株有以后 现在的这个数量跟顿数不符合 还差有1257顿 所以这很多的黑心商品 目前居然都还没有下架 所以它的输入跟输出都不笼 那中间的落差 你没拿去做饲料的话 难道已经到我们的肚子了吗 所以很可能 现在我们正在食用的这些食品 还有黑心油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 蔡总带来这个爆炸性的消息 除了我们现在已经正要深入来 挖掘真相的大幸福的这条线之外 北海的这条线 我们继续要去追所谓的饲料油 那些短缺的多少公吨跑到哪里去了 但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说 到底是中央还是地方 到底蓝还是绿 这个顶线的最大门绳究竟在哪 我们先来看这个中央的部分 10月9号我们知道 越南它早就已经通知卫福部说 这个越南的大幸福 所有外销的 包括外销到台湾的 都是饲料用油 完完全全不能食用 卫福部第一时间已经知道了 可是它却在13天后 也就是10月22号 它才让底心的椰子油跟饲料牛油下架 所以各位 我们现在看到 赵华正在仔细说明的这块板子呢 我们给大家整理出这蓝绿 各三个 一共六大门绳 六大门绳就有六个指控 来看看指控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是 那卫福部先 先是我们先指控了卫福部嘛 就是说他为什么已经知道了 这个13天前 应该说10月9号 他就知道的事情 却22号才公布 这是第一个疑点 然后再来呢 最近不是说是屏东县卫生局 泄密的吗 是 可是呢 屏东县卫生局讲了一句话 他说 为什么卫福部寄到 彰化县政府的电邮是加密的 寄到屏东县政府的是没有加密的 同一件事情寄到两个地方政府 偏偏到彰化的 我有提醒你 这是逆件 为什么有差别待遇呢 这也扣了一个 搞他吗 对 这也扣了一个帽子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搞他 只是差别待遇已经出来了 再来呢 我们看到去年 去年这就好玩了 去年大家还记得大统长鸡事件 是爆出顶先的橄榄油 摻棉子油 摻桶叶绿树的第一件事情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 也是去年的10月 很巧就是一年前 那时候卫福部 他宣布了一份名单 那份名单里面有37个 要下架的商品 其中就包含了 胃全健康厨房橄榄油 过两天 卫福部又拔开发一个 澄清公文说 没有... 这个胃全健康厨房橄榄油 没有问题喔 可以重新上架 那在这几天之中 鼎芯自己也做了一份调查说 我们这个油已经经过了调查 是没有问题的 没想到高正丽被起诉之后 高正丽说 这个油不太可能没问题 因为我确定我们的油 都是卖给胃全 所以我们也做成了这款油 这时候卫福部又才紧急说 这款油要下架 但是卫福部到底在干什么嘛 你这份所谓的乌龙公文 你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而且那乌龙公文签名的人 因为都是次长许明能 所以大家现在 为什么矛头指向他 就是因为这份公文 好 我们刚刚听到了 这三个指控呢 其实大家还有另外一个 更直接的指控 凭你一个次长级的 你有办法做这么多事吗 你后面难道没有谁的指使吗 因为我们看到了江仪化院长 他怎么说 他说架上的油都安全了 隔没有多久立刻被打脸 立刻我们就看到 顶性的油就出包了 后面难道没有更高的吗 所以马总统也被点名 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一个 我打三个勾的 每一样都有原版的公文 等一下我们要深入来探究 到底这样的指控合不合理 这三个是关于蓝营 现在马政府 三大门神的指控 那绿营的指控又是如何 好 马总统讲了 不是他任内发生 是他任内发现 而且发现的地方很奇怪 好像都是在绿营执政的地方 这个也让人百口莫辩 你看喔 在2011年到2012年间 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郭烈成 他在那边练搜水游这件事情 那后来被发生 大家发现 原来是屏东 有一个老农去检举的 而且他检举 他说他检举了五次 他跟屏东县政府卫生局 检举了五次 结果还被郭烈成呛说 你不用怕 我才不会怕你呢 好 再来 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记不记得曹启宏他说过 他不认识魏映冲 可是呢 这个屏东县的国民党候选人 简太郎他却说了 2010年 曹启宏有说过 他要求见 求见魏映冲 我们说过 魏映冲好像是总统 曹启宏只是他的地方政府 他说为什么要找他 他说希望呢 可以合作屏东的农产来行销大陆 还有更久以前 就是我们曾经有那张照片 就是我们的前总统陈水扁 他曾经跟魏映冲在一起干嘛 喝牛奶 代表两个人的私交也很不错 那当时呢 陆委会的主委是蔡英文 那05年还发生一件事情 正义 这是出问题的朱友是正义嘛 当时是鼎心病了正义 病了正义之后干嘛 到越南去找投资的饲料油 他去那边找到了大幸福 他去越南这时候是2005年 所以他有做这些举动的时候 隔魁是苏贞昌 副隔魁是蔡英文 所以马英九总统说的 是在他任内发泄 不是在他任内发生 好像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六大门绳 蓝绿都有 六大指控 我们就带您来看到说 这样的指控到底有几分道理了 美美 来跟我们讲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指控过程当中 你说蓝的三大门绳 我就给你三个指控 绿的三大门绳 我也给你三个指控 现在问题来了 你告诉人民说无本神 人民是没办法接受的 那无本神跟他去 一家公司可以黑心到这个程度 那究竟是在中央 还是门绳根本就在地方 我这样讲好了啦 地方如果要当门绳的话 如果说这个蔡清荣 真的是有行政司疏失 乃至有不法的话 我觉得那个顶多叫鬼 内鬼 要当神啊 这个位阶是到不了的 我觉得卫福部不要再说谎了 他刚开始只说是猪油嘛 对不对 他说 因为这个牛油鱼油 这个方面呢 不是喔 这个是彰化 这个查得太认真了 对不起 这公文书里头 请注意看喔 这是驻越南代表处的电报 而且越南出具的是正式的公文书 是有正式消理 他这里讲什么 该公司所外销的油 都是仅能做饲料用的 他所的油脂 全部都是饲料用油 两个Mega跟大家来说明 该公司说的就是 然后妹妹给我们出示的 这一份公文 其实是最原本 它最上手第一手的公文 因为有了这一份 越南代表处 给我们越南方面 官方的这个公文之后 我们才会有下一份公文 也就是我们那一天在讨论的 卫福部给彰化 对 据此给彰化 给屏东说 油有问题赶快去查 我们来看喔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好 十月份你看 他一收到这公文以后 马上就来了 包括给屏东的要求要查厂 查什么呢 查说有没有这个 他这个油呢 因为大幸福 全部都是饲料油 所以要把这个油去封存 这个时间点 我们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这个时间点是十月九号 十月九号的傍晚 差不多到 晚上的时候 立刻递时间 通试给两个地方政府 赶快去查油 对 请问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 为什么需要封存 所以他非常清楚 在公文里头有说了 他出来的都是饰料用油 请问一下卫福部 你还狡辩什么 不止这些喔 十月十三号我们来看 包括彰化县 有回函 其实用打脸的卫福部 十月九号 越南这边就出了正式的公文 其实在第一时间 我们的卫福部 就已经有发公文下去了 大家来看看 来 俊湘 十月九号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一份公文里面 十月九号第一时间 通知彰化 通知屏东 对 屏东 趕快去查油 而且 来 大家来看这个表 难道只有猪油吗 不是的 包括什么 有看到什么 牛油 怎么会 江日美代署长她怎么说的 她说这一次查公文 她只知道猪油有问题 对 她说越南给的公文 只有说猪油有问题 结果我们发现 是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吗 白痴黑痴里头讲 不只猪油 牛油 还有什么 椰子油 有没有白痴黑痴都在这上头呢 所以江日美说话 她没说完整嘛 她甚至呼噜人民 原来这一份附件附在后面 猪油 牛油 只加牛油 对 所以现在大家气是气在说 你十月九号 就知道牛油有问题 就要去查查 你居然没有下降 让我们一点一滴继续吃 对 让人民白痴了 两个多礼拜 这个包挂这个猪油等等的 好 再来 演戏只有这些吗 不是的 还有别的事情 而且我特别跟大家讲 这一份的这个公文的附件 它有多详细的资料 你知道吗 除了猪油 牛油 我们再次强调 他就已经知道牛油有问题 而且民国100年 101年 102年到103年的 进来的数量都有 你说你不知道 你说人家没有告诉你 所以老实说 这个就是公然说谎 而且我们就怀疑 是不是这卫福部里头 有门神公然在包庇呢 我们这个话不能空讲 我手上是我们 从委员办公室调来的附件 一样一样都在这个地方 这是密密麻麻的 他写的东西呢 其实非常的清楚 因为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今天十位署告诉人民说 我不知道牛油出问题 不 这个表格是什么 这个表格是什么 不是吗 而且具象让我们更发誓的是 不只是10月9号 就已经知道了 已经通知茶厂了 公然说谎 大家来看看 这个里面呢 包括呢 10月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10月9号 好 你跟我讲说 你明明知道牛油 你呼呼我说你不知道 好 你不知道到22号 你才开始有动作 我找问 这13天你是在做什么 这13天在做什么 我虽然会怀疑 这里面有很大的门神 而且在转移焦点 这13天到底做了什么好事 好 我们来看看 做了什么好事 好 10月9号 就叫他们去茶厂了 对不对 发现就是飼料油了 10月10号 你看喔 我们刚刚讲 牛油 原子油都有问题 对不对 俊香 它只有叫豬油的制品下架 只有叫豬油喔 牛油都没有下架 所以有看到没有 我们刚才附近明明就说 牛油是有问题 你为什么只下架豬油 对 没有错 那你再看喔 10月13号 衛福部清查统一厂区 未见飼料油 那时候发生一件问题 你记不过那时候邱文达 他说有两颗未爆蛋 好 那时候他想说哪两颗呢 好了 一下子说统一 接下来有什么 南桥 等一下 我们现在是这个追查顶新的 你穿是用这个 你如果打歪去 还等两个未爆蛋 这种烟雾蛋 我在怀疑喔 是报统一 报南桥 为味救灶 来救顶新啦 转移焦点 对不对 尤其南桥 我感觉他有夠衰 你知道吗 俊香 你看喔 10月15号 我记得那个时候 他说卫福部多凶悍啊 他说南桥疑似混工业油 然后呢 你记不记得 123个项目 预防性的下架 好凶啊 后来陈飞龙不是出来了吗 他说他保证 如果说有餐甲的话他退出 不用他的职位赌啊 对... 他说他退出嘛 对不对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他说许名人好凶耶 他就出来 他说马上打脸 他说南桥 你明明就是填了这工业的 對不對 所以呢 你不是物质很凶 而且罚他3000万 记不记得 所以你看到 从9号到22号在13天 你对这个有嫌疑的鼎心 你轻轻放过一路护航 结果你对着这个 根本就还没有半点证据的 南桥跟统一 你拼命追杀到底 这样通 当然不通啊 而且那个时候就有人怀疑了 就问卫福部说 你对鼎心是这个样子 你对南桥 你会不会太严苛了一点啊 许名人说 本来就应该这样 罚了3000万 但是呢 我们就觉得说 南桥你是替死鬼吗 这一切只是为了掩盖鼎心 这样子让人罚指的事实吗 好 这里面呢 你看喔 10月11号到10月22号 小机会一直提醒耶 他一直提醒说 要注意喔 注意这个大幸福的油品 都是飼料油 换言之 不止你说的猪油 牛油 咖啡 野籽油 都有问题 他一直在提出警告 其实俊翔 在更早以前 9月23号 陈其迈他直询的时候 他跟江一华说什么 他说正义善油 有三个厂商 这里面都有飼料厂的 怀疑这里面 顶心是不是有飼料用油 你知道江一华那时候说什么 他说目前架上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这一摞 这一摞六份的所谓的附件 这是硬心生的 这个都是废物 这都是垃圾吗 这个都是负债 你要给地方政府的公文 你有眼睛在那边看吗 他在那边看 所以我问你 为什么停到这种地方 是不是后面看大小的 这种门神 所以今天就是说 你如果说你没有看到这个 你跟我说你眼睛 一里看不见 看不见 沒關係 我消息会已经不断告诉你 都是飼料油 怎么可以充耳不闻 底星有问题 为什么卫福部一路八壁 取名能就是最大的门神吗 今天林淑芬就讲了 为什么 因为我要告诉大家 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10月3号的时候 其实彰化县卫生局查厂 就查到什么 记得那时候是强冠搜索 有风暴吗 不是鼎心也牵扯进去了吗 对 许明能出来重心看 说什么 他说鼎心的油都没问题 这里面许明能有没有问题 我请问 再来喔 不只是被发现这个正义 有进来飼料用油 在这之前 其实也有立委也在质询 说包括 因为刚开始 我们卫福部的说法是说 哎呀 鼎心进来的都是食用油 后来不是被发现有非食用油吗 有两批非食用油 这里面有鼎心进口 我们卫福部又出来讲话了 讲说什么呢 非食用油都没有进入食物链里头 后来要查 还把优先机查的名单里头 把鼎心都剃除掉了 我请问你 这里面许明能有没有问题 所以到底有没有问题 走过都会留下痕迹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白纸黑字的公文最准 只要今天我们来看看 卫福部是要保卫人民的 卫生福利的种种权益 结果江玉美 你居然可以白纸黑字 你居然可以说 越南的公文没有告诉我 牛油有问题 你就不查了 那么听得懂 确实是这样 我现在手上这一封 是在10月13日 由国民党所执政的 彰化县政府卫生局 发函给我们的卫生部 卫福部 食药署 以及各县市政府卫生局 上面呢 展明了什么呢 第一点 就是说 根据你食药署相关的函事 我们配合你了解了 10月9号的公文 就是越南来的公文 已经证明了 刚刚我们讨论的几点 就是包括牛油 猪油 椰子油 全部都是飼料用油 并非食用油 这第一点 在这个公文的说明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重点是 10月9号他们接到这些附件的时候 他们是为了要配合10月10号 要分别在屏东及彰化 两个厂要去搜查 是 那么10月10号呢 中部的管理中心 是搭配着我们的彰化县卫生局 南部的管理中心 是搭配着屏东县政府去鸡查 鸡查的当天呢 都有把这些油品查封 而且把证据带回 同时在彰化厂的部分 还把所有相关的文件 搭配着地检署也全部一并带回 这刚是几号 10月13日 10月10号当天 国庆日 国庆日当天 我现在讲的都是国庆日当天 好 国庆日连续三天放假 我知道 十一 十二 这个10月13号发出来 就是开始上班的第一天 好 这一天发出公文 各位 发出公文的那一天 我们这个时序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一天卫福部在干什么 他没有去追查顶星 他居然查到了统一去了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从头到尾这些事件 从强冠一路下来 到去年的大统 谁在管 许名人 许名人在管 搭配着食药署在管 各自有各自的专业 所以我们让邱文达下来了以后 换了一个 专门管食品的蒋部长上台 蒋部长这个角色 未来可有趣了 我可以在这边预告 可有趣了 他会不断的从明天开始 丢出一连串的东西 但是我今天要在这边就先讲 所有的东西要不要下架 不是地方政府可以决定的 是食药署 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下架 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 连立法院的国民党立委都在骂 骂什么 骂说你要让地方政府如何无所适从 所有的这些不管顶心也好 不管统一也好 不管其他这些大厂也好 如果你下架的标准不出来 你地方政府要怎么做 可是我跟各位说很抱歉 明天我先预告 很可能这些统统要爆出来了 所以邱文达部长讲的两颗未爆弹 其实有一颗已经爆了就是顶心 另外一颗明天要开始爆的 叫做统一 好 但是我必须要回过头来讲 他无法可管 他躲起来了 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他确实管不着 没有办法的办法 今天一个部长下台 他会跟你很委屈 这个委屈的背后是不是代表 所以我必须要讲 讲人神两个字 他指挥不动下面的人 无法指挥 那是不是代表这些下面的人 跳过大还有一个更高的门绳 佳青有预告 我现在也来报个料 其实那个时候邱文达要下台之前 不是有爆发所谓的官位保卫战吗 他把有蓝绿的立委去沟通吗 好了 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 就打电话给我 说 妹妹 你认不认识 民进党某某某立委 我说怎样 她说某某某立委 明天会咨询邱部长 然后我说怎么了 她说其实邱部长是非常委屈的 我说什么事情非常委屈 她说你知道吗 邱部长其实底下 食药署的这些人 他根本管不动 他根本叫不动 因为他没有办法任命他们 也调动不了 他是有很大的委屈 那如果立委们有兴趣的话呢 邱部长在电话那一头等着 随时愿意跟立委来好好沟通 因为他真的非常委屈 因为他真的管不动 就想 我们今天不是要问邱部长什么 特别他下台了还他公道 不是 我们重视的是 如果食报的问题一直持续下去 我们小老百姓怎么活 每一天每一个人 我昨天遇到一个卖小吃的 还有一个做餐厅的老板 他說我是在大学裡面 我在学校裡面做餐厅 我现在每天都被家长骂 说你做的食物到底是 可以吃 不可以吃 你用哪一家的油 他說我全部是用GMP的油 我全部用合法的油 可是呢 我每天都要被骂 到现在事情發生这样子 好 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是藍绿的问题 也不是政治的问题 而是这后面很简单的 我这件事情就讲完了 鼎欣什么时候做到 他1998年回到台湾 他不是在蔡英文 什么当陆委会的时候 回到台湾 对不起 1998年 是李总统在担任总统的时候 所以等一下 我们听到的 邱文达的这个委屈的背后 更坐实的一件事 这门后一定有门绳嘛 所以委员 你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在邱文达的后面 也许他说他指挥不了他的下面 下面是跳邱文达有一个门绳 门绳可能还有一个更大尊的门绳 他要换也换不了 其实不只门绳 我覺得有三个层次 因为魏英聪跟大統长基 在去年10月是同一案 结果魏英聪一千万交报 这个大統长基高正立 都已经判二审定宴了 他还没有被判 所以这显然是有一个很大的力量 在保护他嘛 这个就是你讲的门绳的部分 他是有一个很严密的官商结构 上下相責 大家互利的嘛 包括司法界啦 包括司法界啦 不過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另外两个原因 就不是门绳的问题 你说这个结构是官 业者 司法 非常庞杂的结构 全部啦 还包括选举因素啦 我讲给你听 第一个因素就是你讲的门绳 就是他有更大的力量在造他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 邱文达是学医的嘛 医基本上对食品这个产业的生态 是完全不懂的啦 食品产业的生态 你如果加上这个化学的添加物 这个产业的总产值上中下游 有人说大概有四五千亿 五千亿啊 四五千亿 总中产值啊 他牵涉到 那这个你去想一想嘛 连姜医师他都验不出来耶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事实上 有他的专业的验的那个过程 那只有他们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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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